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生本师释迦士真的圣号 而且一起念那个开天记 那就请你们跟我一起念 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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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那今天呢 我们就会先一起来 这个研讨那个第一个音档 就是请坚持福这一位要 那这个音档的内容呢 它就是在《无缘无悔》 这本书里边的第291页一开头 291页一开头 那其实我们一开始 学习这一讲音档是非常好的 因为在这讲音档里边呢 其实真如老师会告诉我们很多 好 这个拜三十五火灿的好处 还有为什么要坚持 拜三十五火灿的理由 那我们做任何修行之前 其实都一样 你要先了解它真正的好处 好 还有要坚持修行 它的理由是什么 那这样才会让我们 有一个很好的推动力 让我们坚持修行 然后真正得到那个 修行的圆满的结果 好 那我先请试听主 先把这个第一个音档 请坚持服用这一位要 那完整的音档 跟大家播一遍 那大概是三四分钟的时间 那请大家一起认真的听 好 那请播放 三十五火呢 能不能带给我们生命 在特别困境的时候 记忆突破 无论是身体上的 还是心灵上的 我觉得对三十五火 产身体力行的修行者 都会有直接的体验 你们内心的体验 就是最好的说法 对你自己说的 很多年前的时候 跟师父探索过 师父一直想要 承办退居疗啊 还有法师父母的安养 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呢 我就一直在这个地方思考 其实与其病了 去打针吃药 有没有一种 在没病的时候防病的 这样的一个办法 然后也去问了很多医生 反正这么多年 都在探索这种办法 就是我们修行人 到底如何来保养身体 是为了修行无上菩提 想来想去呢 也是看了很多之后 我最后决断出说 你们必须拜三十五火产 很多病号是不敢拜的 还有一些心里边 莫名其妙地 缩成一团的人呢 慢慢地 他会缩进他的房间 不喜欢跟别人接触 然后实际上病人 到最后他心灵 也会整个地孤单起来 是非常无助的一种状态 还有我们都会有经历的 就是劳苦 怎么办 看到任波切 我八十六岁 走路像脚下生风一样 我看到八十岁的 七十九岁的 一天五百拜 我在想说 这个我们现在可以推动 现在五十六十都没关系 七十也没关系 到八十还有十年呢 就可以练呀 其实发誓了好几年 那时候在 神秘三十五山的解释 然后后来找到之后 又请法师们 把它翻译出来 翻译和教对 就进行了很久 然后终于呢 找到解释 希望把它推出去 但是我自己 实在是讲得太差了 所以就是 一边惭愧一边把它讲 我自己也是这样的 其实我是从一拜开始 我上次大病之后 起来之后 是先从走路开始 你病久了之后 你走路都不会了 腿往前走的时候 你发现 你想往前走 腿是自己站着它的 它不管你的 你走了好几下 怎么好像还站在原地 就是已经完全 这个身体 它不听实话了 正因为是自己 也有生病的经历 所以比较体会 那些又生病 心里又很完整 想修行的人 也是想要回报 法师的父母亲 还有所有的病人 心里的还是身体的 其实怎么说呢 就是非常非常的感谢 祖师们 把三属佛颤传下来 而且写了那么精彩的注释 能让我们听闻的人 升起信息 然后也有那么多的僧人 在前面 他身体力行的事情 他拜佛 引领着我们说 在自己的病苦 和精神的痛苦中 继续向前追寻 进而超越他 如果能找到一味药 既有意义身体 又有意义心灵 就希望大家回去 坚持服用 那 其实我们线上 还有一些同学 可以跟我一起研讨 那但是我 我想把握一下进度 因为我觉得说 这个今天大概 可以跟大家 讨论两小段的内容 我把两小段的内容 都跟大家一起 讨论完之后 那线上的同学 如果你有问题 我们也可以提出来 一起做探讨 好 那 请诗听主 把那个第二小段 的开示 还有手抄 一起播出来一下 可以吗 很多年前的时候 跟师傅探索过 师傅一直想要 承办退居聊 还有法师父母的安养 然后其实那个时候 我就一直在这个地方 思考 其实与其病了 去打针 吃药 有没有一种 在没病的时候 防病的 这样的一个办法 然后也去问了 很多医生 反正这么多年 都在探索这种办法 就是我们修行人 到底如何 来保养身体 是为了修行 无上菩提 那好的 那这是真如老师的 第二小段的开始 那因为我们可能 还有一些 这个非广论学员的朋友 也一起在听 我稍微解释一下 那个时候说 师傅上任下场老 上他想承办的 退居聊 那就是这个 就是替这个 在这个 扶制法人团体里面 工作的一些全职人员 那希望他们到了 那个退休年纪的时候呢 他们也有一个 安养的地方 可以在里面继续 好 一方面保养身体 一方面这个 继续这个 做心灵提升的学习 那还有一个就是 法师父母的安养 好 那因为扶制生团 现在这个 法师的成员也很多 所以法师的父母 也是一个 非常大的族群 那真如老师 跟师傅上任下场老 上也希望把法师的父母 有一个很好的 安置跟照顾 那在这一段里面呢 其实真如老师 他就有特别提到 好 我们拜三十五五颤的 另外一种好处 什么样的好处呢 第一个呢 没有病的时候 可以防病 好 就像真如老师 在这段开始 在这段开始里面讲 他一直在找 有没有一种 在没有病的时候 防病的这样的一个办法 那事实上 拜三十五五五颤 他事实上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会对人非常有帮助 其实我已经听过 不止一位医生跟我讲 好 所以一直说这个拜佛 尤其是大礼拜 是对我们身体最好的一种运动 好 那另外一个 你讲到拜三十五五颤的好处呢 其实对于目标远大的修行人来讲呢 他也是靠这个拜三十五颤可以保养他的身心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健康的身心 对一个修行人是很重要的 我们真正正规的修行呢 事实上呢 要追随师长大量的文师经典思维法义 然后反复的去修行他 其实这个都需要非常丰沛的体力跟心力 那尤其是呢 学大声佛法 你要走的是成佛的长远修行之路 这个时候其实你的身心的保养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以我们身团来讲呢 法师们都要学习这个所谓的五大论的变经的学习 那这五部大论变经的学习 事实上他正式的学制啊 通常都是十几年 乃至于到快二十年 而且呢 他的那个内容非常的深广 好 又要背书 又要辩论 还要做非常多大量的思维 好 还有听闻跟思维 所以呢 这个过程里面呢 如果说你的这个体力跟心力 没有一直保养在一个很丰沛的状态的话呢 其实真的会影响你的学习跟修行 好 所以这个也是拜三四国参能对修行人来讲 其实是很必要的 那尤其是我们更进一步讲呢 你不只是看这一生 我们是希望我们生生世世 都有健康的身心可以修行 我们也希望我们生生世世 一直有好的老师可以教我正确的方法 但是生生世世都有健康的身心 生生世世都有好的老师教我正确的方法 这也不是凭空出来的 这也是我们自己业力所感得的 对不对 所以呢 一定要忏悔恶业累积善业 那拜三四国参呢 就是正如老师介绍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 忏悔恶业累积善业 替生生世世带来幸福的方法 那可能对于在座 有很多这个还没有学习 这个菩提道士意广论的朋友呢 会有一个 对这段开始里面可能对一个名词 会有一点陌生感或者是疑惑 那在这段开始的最后两句呢 正如老师说 我们修行人到底如何来保养身体呢 是为了修行无上菩提 所谓无上菩提指的就是佛果位的意思 所以修行无上菩提呢 就是为了要成佛的意思 但是我们一般人都会觉得说 以我这个凡夫来讲 那成佛这个目标 可能要比蚂蚁去看101大楼还要辛苦 那为什么我们特别还是要强调说 修行人其实他真正的目标 是为了要成佛 是为了要修行无上菩提呢 其实有几个理由 大圣佛法里面其实花了很 大圣佛法的经典里面 其实有很多地方在做 很大篇幅的讨论跟探讨 那我只是简单地搜索几个 比较浅显的理由 让大家稍微思考一下 就是为什么修行人 他一定要走成佛的路呢 他的修行是为了无上菩提 他的修行是为了佛果 为什么呢 第一点 佛陀呢 在很多大圣经典里面 他其实有反复的说明 佛陀出示说法的本怀 其实只有一个 什么是佛陀出示说法的本怀呢 就是为了要引导 所有的众生都能够成佛 这是佛陀出示的一个根本的目的 他内心真正的用意 那这个在法华经 还有其他一些大圣经典里面 其实是佛陀反复强调的 换句话讲 我们今天既然信佛学佛 想听佛说法 那其实佛自己讲 他说法的目的 其实为了要引导 所有的众生能够成佛 那才是他真正说法的目的 好 所以如果我们用一种 世间的经验来讲好了 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很好的学生 你想教他 好 那也许你想把那个学生调教成 还可以进入一流大学的这个同学这样 但是呢 这个跟你学的人 他心里只设定一个目标 那我希望我初中毕业就好 我希望我高中毕业就好 那其实这样的学习效果会不好的 就是因为真正教的人 想把他生命提升的高度呢 那个学的人自己不想跨到那么高 那就是注定学习的效果不会很好 好 所以再说一次 第一个理由 其实就是佛多在经典里面 他其实有反复说明 佛多初始说法的本怀只有一个 就是为了要引导所有的众生成佛 第二个呢 我们也可以从我们世间的思路跟角度来想 世间人都一样 比如说你做了一个投资 你拿同样的本钱在做投资的时候 大家都希望 我希望我把这个同样的资本花下去 我能够投入到一个最有收入 好 收益最好的地方 好 不会说同样今天你投入十万块 好 有一个投资管道是可以赚二十万 有一个投资管道是可以赚五十万 然后你会去选二十万的 没有人会这样做嘛 对不对 所以大家都希望你把你的生命的时间精力 同样的资本投下去之后 你可以得到最好的收益 那最好的收益当然是佛果 好 第三点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 在我们修行的路上 那一般人很容易犯那种得少为主 顾不知风的毛病 就是说他在修行的路上 他可能觉得说有一点进步 得到了一些以前没有的体验 他就觉得够了 好 就不肯再往上走这样 但是呢 这种象状呢 从真正的过来人 佛菩萨的眼里看来 那其实损失实在是太大了 那其实损失实在是太大了 我以前看过一本书 那个是英文翻译过来的 台湾又有中一本 叫灵魂实验嘛 那个作者 我如果记得没错 他好像是一个哈佛的心理学博士吧 但是他年轻的时候 他其实一直在玩那个摇滚乐团 然后呢 其实是他有一次 他要去追求一个女孩的时候 他拜访那个女孩的父亲 那个女孩的父亲 看出来他的条件特别 他劝他继续往上学习 那后来他才进一步 就真的往上继续学习 后来变成了这个 哈佛的心理学博士这样 然后后来也做了教授这样 那他自己回顾这个历程 他就很感激 当初那个女孩子的父亲 给他这个劝告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就是呢 如果我们选择 德嫂为足 无故不知风的话 其实从真正过来人的眼光来看的话 那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但是反过来讲 如果你听了过来人的话 你听了佛不上的话 你坚持走成佛这条路 而且你真正也成佛 你那个时候回过头来看 就会发现说 这样其实是非常值得的 好 所以我前面大概用了三个角度 简单的说一下说 为什么我们修行人 要像真如老师这边所说的 要修行无上不利 要希望能够成佛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 就进行到这个地方 那最后我们一起做一个回向 好 那我们回向的时候 就念那个四句的寄送 那回向的时候 要很认真很专注 那透过回向 可以把我们说法跟听法 还有内心提升的功德 因为回向的关系 而变得增长广大 无穷无尽的增长 好 那请大家一起念 愿此殊胜功德 回向法界有情 净除一切罪障 共成无上菩提 好 谢谢大家